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搞的 要 应该怎么搞呢 到轨道里头就搞 这人道里就叫人呢 轨道里面有 佛菩萨在轨道 你看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跟教这些学生 在话语方面 你看看 他首先开悟之后 他讲阿含 十二年 阿含就像佛教的小学 讲什么呢 讲人天法 讲你怎么样做人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讲能力 讲道德 讲因果 阿含经里面 这些教学的东西很多 在这里头 到大臣的时候 逐渐逐渐跟你讨论宇宙人生 我们今天讲的 这些 科学 都讲到究竟圆满呢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万发从哪里来的 真讲清楚了 就明白了 实在不容易 到今天 这个世界上 多少科学家 哲学家 宗教家 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都没有达到答案 没找到答案 都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我一读大臣佛法里头 讲清楚 讲明白 没有疑惑 所以我当年学这学 方先生把这个 佛经这学讲给我听 他告诉我 这是他的看法 这个释迦牟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这是他的原话 他这么给我讲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他把我引进佛门 还特别告诉我 这句话很重要 要不然我会迷惑 我会有怀疑 我要看看那学佛人 他怎么学的 是不是真相方先生所说的 去发言这句话重要了 佛经这学在经典 不在寺庙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为什么不在寺庙了 寺庙人不修了 从前寺庙古大的 那真的是了不起 为什么他真修 现在什么样人 出家人不学了 搞宗教了 出家干什么 出家去跟鬼神打教道了 搞朝度 佛寺 法会 搞这个了 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搞的 要 应该怎么搞呢 到鬼道里头就搞 这人道里就叫人 那鬼道里面有 佛菩萨在鬼道 你看地藏王菩萨 地狱不空 事不成福 你看放宴口 宴口对面的 浇灭大肆 那是谁呀 观世音菩萨 在鬼道里面 献鬼神 度鬼道 应一什么神得度 就献什么神 他献神在人间 那就是教人的呀 怎么能因为人神 就叫鬼呢 哪这种道理呢 他用鬼神也不能教人呢 所以这是 这个佛菩萨的硬化不可思 硬以什么神得度 就献什么神 应该教他什么东西 就教他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决定 是他的感 佛的印 自自然然感应到教 就跟日本江本波斯 做水事业一样 我们用善心去感 你看回印 最美的 结晶 我们用悟念去感 他回印的 就很难看的 头看给你 祝佛菩萨 对一切众生 也是如此 众生起什么念头 就感到他什么 感应 祝佛菩萨 硬化在心中 他绝对没有什么 想法念法 他要有想法念法 他是凡夫 凡夫才有想法 才有念法 法身菩萨 见信的人 绝对没有 为什么呢 见信 头一个条件 就要把 起心动念 断掉 你看看 不起心不动念 他还有什么想法 还有什么看法 没有了 那叫清净 平等确 所以众生 是有心去感 佛 无心来印 叫称信 自信的 他自然会有印的 就化一化乏了 这个意思 我们要懂 这一般讲呢 我们 在学习当中 也阐述 化我为善 这是我们现在帮助别人 头一步 叫他帮助他改过 这个化石 变化气质 是教学里面 从古上讲的 教学中级的目标 是让他变化气质 具体来说 把卧底念头 卧底言行 变化成善念 善意 这我们教学成功了 这是第一步 更进一步 化迷为物 这才真正是佛法 化物为善 这是世间法 化迷为物 这才能出世间 你真正就 最后化翻成善 一步一步的 向上去提升 阿灵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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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